郑小斌 56岁 无子女 离异 我没烧心身上一个人 还没后顾注意 我没还没做 多好 郑大哥没有子女 年轻的时候啊 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结那次婚的缘我妈的 我都不应该结这婚就 我妈妈给扎扎扎 大吵大吵还给 我都不知道 她给日子订完 我给赏了是跟进去 当时结婚 等成继一个就 那媳妇不是你自己选的啊 你不是个选谁选的啊 你当时没习子 她有家 我首先给骗个 你看 结婚三个月都不到 去拉倒了 她这个老爷们找上那个 那是我弟弟整酒店嘛 我打他拐事嘛 她也跟着我奶那块 不知道她那个爷们怎么 跟我家她还有奶呢 她还有奶呢 她那知道我问你说 孩子还不大呢 拉严特爷们找个人 后来没找个人就回去了 就是你跟您在这 大叔你 大叔了 你跟他就两三个月 就知道了 咋认识的啊 通过一个朋友 就在一起要磕坊 那那朋友没跟你说在啥情况啊 那点没说 啥也没说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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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 嘎嘎起来把我妈直得干 知道你是女朋友 那时候我没有这房子 我跟我妈在一起住 我妈说不行 你得家住就得结婚 就这么点 那我沒房子就跟她求啊 然後就這麼就結婚了 結完婚後期 你老爺不是找上來的 你就回去了 結完婚她丈夫找上來了 那可不 她有孩子 孩子她沒奶呢 你說她不可憐 不是 那你看 你有這個離婚證 那肯定你也登記結婚了 對啊 對 那她有婚姻的話 她怎麼登記結婚呢 那咱就不知道她咱等 她把戶口拿給你 早上咱就我趕就登上來 那個時候沒聯網查不著 好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 對 差不多 我這有 她哪個也不能 她不拿東西我也等不上 是不是 對 肯定她也全呢 或者她那時候沒 沒登記 或者沒結婚 沒登記一旁就有孩子了 反正你說 反正怎麼回事咱就不知道了 我是啥嘛 空一張白紙一個 我敢 我敢幹啥那天 就她爸來了 她家人都不敢 就結婚那天 在天下小八年呢 大小大八年呢 就她爸自己來了 趙母娘啥的你都不怕著啊 我都不知道誰是誰 她好像沒有媽 咱也不知道 凡是她爸自個兒來的 那後來知道以後 你去找她沒了還是咱 那找啥 我都不知道你家在哪兒 家都不知道 管得到大概是莊羊的 家 我都沒去過啊 你就跟她登記結婚了 還辦了酒席啊 嗯 那我媽張張張的給幫她 當年鄭大哥一家沒有追究女方 領結婚證三個月便又領了離婚證 從此鄭大哥再也沒有走進過婚姻 沒在接著找嗎 那時候你還不 那你還年輕著呢 都 就實話實說就是都沒過場 那都因為啥呀 他們都因為啥走的呀 不過了一下 也沒在一起過呀 就是處處 完全不合適 嗯 我自己不挺好 啥也不缺 大哥未來你家找個啥樣的呀 找一個就是孩子吧 別太顧孩子 別跟孩子在一起 我不想跟孩子在一起 和孫燕芳孫大姐一樣 鄭大哥也不希望找個有子女牽絆的另一半 那麼他們會是相互尋找的那個人嗎